分別計算基數跟偶數 所以得到的結果我希望什麼 把基數跟偶數的答案分別把它print出來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這邊有至少兩種解法 那我分別來看一下 第一種解法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基數跟偶數 所以第一個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加總的結果會有兩個 所以我們就需要兩個NS 所以NS的話現在只有一個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先產生基數也許叫NSA 那偶數放哪裡呢 偶數的結果我就把它放在ANSB裡面 這是第一個 這個是放NS A的話是放基數 這個是放偶數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那我要怎麼分別把它累加 特別注意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比較長寫的方法 就是回圈裡面可以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如果它做了什麼運算之後 得到的結果 判斷它是基數 那我就把它放在基數裡面累加 如果得到的結果是偶數 那我就把它放在五數裡面累加 所以如果一負 I裡面的詞 如果除以多少 除以二之後的餘數 所以除以二之後的餘數的話 特別注意 後面請記得加兩個等號 意思就是說比較一下 左邊跟右邊的結果是不是一樣 所以等於等於一好了 所以兩邊比較 這邊跟這邊兩邊比較 比較之下 除以二之後的餘數 假如為一的話 第一個是一吧 一除以二的餘多少 於一嘛 它是不是等於一啊 所以兩邊比較 這邊跟這邊兩邊比較 這邊跟這邊兩邊比較 比較之下 為初的時候 難道我做什麼 如果為初的時候 那我就把 ANS A裡面的以下 所以這邊底下 這個清晰 給你記得 這邊按一個Tab鍵 把它放到If的下一階 然後這邊加上一個NSA 累加 累加的話 就是NSA加後面的I的詞 OK 所以第一個完成 那偶數部分怎麼做呢 偶數部分的話 就是把它Enter Bag到前面去 再加一個Else 冒號 意思就是說 它除以二之後的結果 不是為一 那不是為一 就是為零 OK 就整除嘛 OK 因為是一三五七九 再來二四六八 如果是為二的話 二除以二之後 餘都要餘零嘛 所以那就不等於 不等於一的話 那就會走下面這個邏輯 那下面這個邏輯的話 那就是什麼 把它用NSB去累加 OK 所以NSB等於什麼 NSB加上什麼 加上I 那也就是說 由這個判斷 如果G數的話 做這件事情 偶數做這件事情 所以底下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 分了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的話 就是什麼 G數的加總 OK 所以這邊的話 也可以在加總前面 加上一個什麼 G數 OK 然後G數的加總 那第二個輸出的話 那就是偶數的加總 所以底下的話 這邊就偶數 OK 偶數的加總 那就是這種 NSB的 OK 好 也就是說 我們在FOR回圈裡面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呢 他就可以幫我分別 去做我們需要的這個動作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理論上程式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 OK 不過這邊好像有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個程式RUN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結果了 OK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G數部分 累加的結果 那就是2500 偶數部分的話 就2450 因為偶數部分 最後 因為它有99 所以最後 相差50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 1加到99 改動一下 那我主要是改動 幾個地方 增加 變數 然後邏輯判斷 把一個是A 一個是B 那最後再多一個輸出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待會我們來看 就是 還有方法2 方法2其實 會不會比較簡單 其實看起來好像 比較好理解 但是你說簡單 不簡單 有的時候 可能 還是看實際狀況 看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好理解 你可以用哪個方法 解決問題